他在天安门广场上看到五星红旗飘扬了 哎呀,这个感觉非常形象 来,听一听 我听小菜唱歌,我脑子里就是那七个字 小小菜 小小菜 对,小小菜 对,我听小小菜唱歌脑海当中就是那七个字 少年强,则中国强 它就是体现了年轻人的那种精气神 而且呢,我在他这个歌声当中还听到了传承二字 你想,多少著名的歌唱家都唱过这首歌曲 你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唱,完全没有怯场 我觉得你把这首歌曲当中所演绎的那种团结奋进伯发的那种精气神唱出来 听听你的传承团的同伴,前辈怎么点 我感觉像专业考试 我来说吧,就八个字 八个字 青春伯发,气势磅礴 可以 青春伯发,气势磅礴 蔡春伯唱完了 我们要我们说 大蔡蔡要告诉我们的蔡成玉,小蔡蔡 在今天的中国的流行歌坛 在今天的这个舞台上蔡成玉 我们俩的合作 刚才就完成了 表演唱 表演唱完成了什么呢 完成了那几个字叫 抛砖引玉 我们必须要看到 我们走进新的时代 我们走进新的天地 我们的共和国的艺术音乐舞台上 要有蔡成玉,小蔡蔡 这么样棒的歌声 能够为祖国歌唱 为你的歌名,为老百姓歌唱 真的,大蔡蔡为你感到骄傲 蔡蔡老师呢,请总结一句话就是 我放心了,后继有缘了 来,听一听 我们的阿兰姐姐怎么点评 不是小小蔡吗?就变成小蔡蔡了 对,她是小小蔡 小蔡蔡是那个谁?大蔡蔡说的 是小小蔡 就因为她在生活中的时候 就是不太多言多语嘛 然后也比较内向 我就有点担心无形 哦,她是你生活当中 是你歌声,我怕她唱不上去 你知道吗,刚刚 然后我一听完,哇塞 你怎么搞的 你怎么 你没有听到她的真正演唱的实力 你根本不用对她担心啊 就是我说 哪句担心,要在哪句唱不上去 看来你的意思就是说 平时生活当中,登不登不登的唱起来可以 我实在,打死我也唱不上去 是,她在舞台上突然就很发光发亮 然后就是姐姐想多了,失敬啊 姐姐想多了 哎,我替你的,替姐姐也替你的歌迷粉丝 你平时生活当中 像她说的闷巴辣机会说话的吗 是吗 是吗 你平时很啰嗦,嘴很甜吗 也没有 也没有 但是也不算太内向吗 不算太内向 那要看对谁 关键是 关键是今天这么多的前辈老师都在 哦 这一乖孩子 看到主要是 你千万不要发怵 觉得什么我们这个什么老一辈的在这儿 我跟你说 我们前浪为后浪点赞 喝彩 哎,这心态多好 对 但是她的对我们这种尊重我觉得 是值得表扬的 因为这是一种 对前辈的尊重和牵合 那是她一直有 她越是在这样一个青春年少的年纪 有这么好的舞台 有这么好的表现 你仍然还能够有这样的牵合的一种 学艺的态度 蔡荣誉 大蔡在告诉你 你前途无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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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话 谢谢 但是呢 我要说回这首歌本身 这首歌呢 第一 我对你选择这首歌 灰豆子 要问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我有点小小的差 当然 我们今天主题是这个 可是我想说的是 这首歌对 每一个中国人 不同年代 不同时代的中国人 都印象太深太深 是 所以我倒过来想问你 你第一次还记得吗 听到这首歌 有什么特别的深刻的记忆点 没有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 就是因为 你多大呢 我大概小学 大概 小学生 对 六岁 七岁左右 哦 那刚刚一年级 对对对 但是那个时候 因为我上学上了早 我是五岁 四岁一年级 五岁 你四岁一年级 对对对 所以我年级小 你可怜的童年完蛋了 因为我幼儿园只上了三个月 对吧 幼儿园只上了三个月 哦天哪 然后五岁的时候又读了一年一年级 因为年级太小了 升不上二年级 所以我们一年级是读得了 哦 好吧 但是那个时候 我记得 呃 我们的老师 嗯 有一个那种 像风琴一样的 但是 嗯 它又不是钢琴 就是 就是幼儿园的那种 对对对对 但是它也不是电器 电盘的那种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琴 然后是用找彩的那个 嗯 嗯 我们老师是用那个琴 来 第一次 来唱这首歌 哦 印象特别特别深 对 因为它的旋律非常好听 对 而非常友好 就是 呃 第一次听它的 就上口呗 对,就朗朗上口 是吧 好,这是这个小菜仔 小小菜的第一印象 来,我问一个 什么? 我们俩不要面对面聊天 我们俩不要面对面聊天 他要保持距离 可是我喜欢跟他面对面聊天 那个,你小师父 上了三个月的 你这一面对面聊天 好,他只是三个月的幼儿园 我在幼儿园上三年都没让我毕业